乔治华盛顿,Joy Washington,1732年2月22日到1799年12月14日,美国节美国开国元勋,国父,首任总统,1775年至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任大陆军的总司令,他主持制定了现在实施的美国宪法,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位称号的国家元首,他在两届的任期中设立了许多持续到今天的政策和传统。 在两届任期结束后,他自愿放弃全力不在谋求许任,连任最多两届这一政策包括中国,俄罗斯都演用。 华盛顿由于扮演了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中最重要的角色,故被尊称为美国国父,但是这位美国国父死得却很憋屈,他死于自己身性不移的放血疗法,就是有病了就放血,放血疗法在中世纪的欧洲十分流行,18世纪被殖民者带到了美洲大陆,那时, 医生们总能通过这种手段来制止疾病发作,或者病人疼透时的颤抖和喊叫,放血会持续到病人昏死过去。 在他们看来,如果病人能安静的昏昏欲睡,就是恢复健康的表现,即使在病人很虚弱的时候,他们也同样这样处理。 这种疗法真是幼稚可笑,在健康的人给他放血,也会晕倒,何况虚弱的人本来身体就不好,在一放血不是血善加霜吗? 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都曾经用放血方法来治疗天花,路易十五最终死于天花,但在临终前,医生们几乎将他身上的血液全部放干了。 华盛顿深信放血是包治百病的疗法,他曾经用放血疗法给他的黑奴嫩治好过多种疾病。 1799年12月,68岁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冒着大雪起码巡视自己的种植园,回家后感到喉咙疼痛,呼吸困难,发起高烧,按现在的诊断,他应该是得了炼球菌感染引起的气管炎或者咽喉炎。 不过,当时的医生们做出了一个相同的决定,放血,管家最先急着给他放血,病情没有好转,私人医生接着为他放血,仍没有好转,两位宁医稍后赶到,继续给他放血。 经过三次放血以后,华盛顿总统的整个病情并没有控制住。 到了下午,医生们继续放血,晚上11时30分左右,饱受折磨的华盛顿在被放掉2300毫升血液后离开了人世。 这几乎相当于他全身血液的一半,他呼吸更加困难。 到了晚上,华盛顿把我把自己的脉停止了呼吸。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,医生们的行为无异于谋杀。 一般情况下,一个成年人失血量在500毫升时,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。 当失血量在800毫升以上时,会出现面色,口唇苍白,皮肤出冷汗,手脚冰冷,无力,呼吸急促,脉搏快而微弱等症状。 当失血量达到1500毫升以上时,可引起大脑供血不足,伤者会出现失误模糊,口渴,头晕,神志不清或焦躁不安,甚至昏迷等症状。 失血量超过2000到2500毫升,则可出现严重失血性休克,如处理不但可导致死亡。 显然一位老人失去这么多血液,不死才是真习惯,从下途中可以看出,当时的西医啥也不会干,有病就放血。 就这样当时西医的主要治疗方法,放血疗法,害死了美国国父。 直到19世纪末期,持续了2500年的放血疗法才逐渐被放弃。 就是可怜一代英雄没有死于战场,却主动放血死于床榻,可悲可叹。